沈鞭儿说道 要杀他们不难 但要杀死他们全部则不易 他们一旦精俊 大可四散而逃 秦婉晴说 除非让他们感觉不到畏惧 还以为他们赢定了 才有机会逐个击破 一举不杀 好 沈鞭儿说 但要留下一人 我要问个清楚 秦婉晴点点头 然后用手抓住道杆 摇着击摇 果然一柄枪尖 迎面刺倒 秦婉晴一个跟斗翻出去 哀呼了一声 沈鞭儿一手抓住金枪 孟有威心里一领 对手出手之快 令他完全不及变招 但是他也是应变其速 把枪一折 枪竟然分为两截 孟有威一手抄住另一架枪 急促沈鞭儿 沈鞭儿梦哼一声 眼脸而退 孟有威还来得及看见 对方手臂上指缝筋 都是鲜红的血 这时一名连云寨叛徒 已超至沈鞭儿身后 但惨叫一声 背后着了一剑 扑倒于地 孟有威急抢过去 但沈鞭儿已潜入稻草 从中不见 孟有威发出一阵 特别的呼哨 那是他们的暗号 一下就来了十个人 孟有威持着枪 威风地说 其他的人呢 其中一人恐惧地说 就这么多了 能到的都到齐了 不能到的 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一名连云寨叛徒怀的距影 孟有威 我们看 我们 我们不如 孟有威 身微淋漓似的 怕什么 那女的已经受了伤 男的也被我辞中 谁也活不了 快去送 这儿 连云寨的叛徒 又各自两三人一组 端入稻草丛里 孟有威不曾留意 原先集合的九人 现在已成了八人 孟有威自己也在搜索 他知道 这一男一女 是大官 黄金林 大当家 顾兮昭的眼中定大对头 如果能抓住 或者是杀了这二人 必定能使黄金林 和顾兮昭高兴 不管是大官 还是大当家高兴 对他而言 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先搜杀这一男一女 再俯杀 跟着要来的那对男女 这功可立得不小啊 老九游天龙 只顾着去抓摸鸠瓶 可给自己独占了 这个大功 想到这儿 他就比捡到个元宝 还兴奋 也就在这时候 稻丛里又传了两声低吼 叫声方起 便似给割断了咽喉 再也呼嚷不出了 孟有威立即挺枪赶了过去 两个死人 连云寨的人 金黄的稻碎沾染的血迹 孟有威忽然感到一丝 不祥的念头 他毕竟在连云寨里 出生入死 大小百熟实战 情形对不对路 一旦拿捏的是非常准确 他这个念头刚一起 早从中又传来扑地的声音 孟有威立即掠过去 刚好来得及看见两名弟子倒地 另一名带着莫名的惊慌恐惧 全身发抖 那弟子一见孟有威 像是见到了救星 舌头打着劲 他们杀杀杀杀了 孟有威马上决定一件事 情形看来并不如他所想象的 走 总共是四个人 两个是连云寨的叛徒弟子 两个是一男一女 沈冰儿和秦婉晴 沈冰儿和秦婉晴 一点也不像是受过重伤的样子 没有赶来的连云寨子弟 自然都遭了毒手 孟有威这儿只剩下了自己和三名弟子 孟有威立即知道自己上了当 他本来还有勇气一拼 但是当他发现沈冰儿和秦婉晴 根本没有被他所伤的时候 便有一种跌入陷阱的感觉 这感觉使他失去了全部的勇气 他大吼了一声 上 当先一枪出去 他一枪发出 也不管是否命中 拖枪就走 两名连云寨弟子见主帅先上 他们也挥手扑上 沈冰儿挥拳一拳打在刀尖上 刀是节节断裂 沈冰儿第二拳打在他的手背上 那人手臂立时发出 啪啪像干柴暴力的声响 他的直骨 撞拳骨 拳骨 撞腕骨 腕骨 撞臂骨 臂骨 撞肋骨 一刹那间 手臂骨尖全都碎裂 沈冰儿并不想使得太痛苦 第三拳就杀了他 另一名连云寨的叛徒 刀被秦婉清双剑架住 揪插一剑 刀蛇为二 然后双剑到了他的脖子上 揪插一剑 脖子就落了下来 孟有威发狂地奔逃 另一名连云寨弟子 早已吓破了胆 也亡命地逃 换作平时 沈冰儿和秦婉清也不想赶尽杀局 可是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 留一个活口 无疑等于把自己推入死路 沈冰儿急道 我抓姓梦的 他说完这五个字时 也拦住孟有威 同时秦婉清已杀了那个 连云寨剩下的唯一弟子 那名弟子惨乎倒地 秦婉清心里 却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一见就毁了一条生命 不分什么低肩中窝 无论什么正邪好坏 道歉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为什么武林中的生命竟如此轻贱 非要血来洗滴个人的恩怨不可呢 这些人本来互不相识 但为了立功受奖 他便杀他 结果是被杀 他死了 彼此还是互不认识 为了自己活命 已在片刻家杀了18条人命 这样子换来自己的生存 值得吗 可是秦婉清没有再想下去 因为他想起了碎云渊 毁诺成 那一众姐妹 为了保护几个朋友 结果被人残杀殆尽 秦婉清的眼神融在剑盲里 渐渐摇指孟友威 沈宾儿拦住孟友威 还未出手 孟友威掉头就走 沈宾儿立即紧追 但孟友威只回头没有走 他的枪突然自后刺出 金枪闪电门刺到沈宾儿腰间 沈宾儿突然一时往地上沉积 竟把金枪压在地上 孟友威力时弃枪 腾身而上 扑打点滴 连攻沈宾儿七招 沈宾儿连忙封开七招 孟友威又腾出金枪 呼呼呼一连三枪 击攻了过去 沈宾儿退了三步 架开三枪 反攻一招 把孟友威逼退三步 孟友威怒吼一声 竟连转三道枪花 突然间枪上红莹 却如钢针般 向沈宾儿击射过去 沈宾儿倒下了一惊 紧急之间 急脱下袍子一兜一套 以把红莹针尽数收在其中 孟友威才射出枪上针 立时反身就逃 可是秦婉晴 也拦在他的面前 他一枪就刺过去 秦婉晴双剑一交 夹住着枪手运力一剪 孟友威这一柄金枪 居然剪又不断 同时啪的一声 枪尖离柄射出 眼看又刺入秦婉晴腹中 孟友威手上这一支枪 有许多机关变化 秦婉晴也意料不到 百忙中立住剑上 剑击枪力一沉 秦婉晴跃起 脚击出 脚尖踢在枪尖上 枪尖倒飞 刺的一下射入孟友威的右臂中 孟友威大叫一声 手一痛指一松 秦婉晴双剑一回 手中枪便给夺了过去 孟友威反应也非常快速 立誓挥身向盗叢中窜去 但是沈彬尔在那抱着臂膀 在盯着他 孟友威忽然跪了下来 求求你们 不要杀我 很多人都会为了生存 做的可能平时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孟友威正是这种人 他正是那种 宁可没有原则也要立功 宁可不是人 也要活着的人 随沈彬尔问他的话 他都拒实地回答 毁诺城怎么样了 毁了 你们是在等什么人来 雷卷和唐二娘 什么 是雷卷和唐婉慈 对沈彬尔和秦婉卿而言 这句回答无疑是意外之息 孟友威也看得出来 所以他马上抓紧机会哀求 只要你们答应不杀我 我全都告诉你们 好 我不杀你 但只要你说一句谎 我绝不让你多活片刻 孟友威当然不敢撒谎 毁诺城破了之后 黄大人和大能家 下令我们仔细搜索 鸡卷不留 然后刘不神 去追捕七少商和西大娘 连云三乱和李氏兄弟 去抓铁手 有老七 冷将军去追拿慕秋平 我就和鲜渝将军 在岁源渊的残墙碎吏中搜索 孟友威当然不敢仔细详述 自己如何对着一些 毁诺城的伤残者杀戮和坚毅 他马上转入正题 我们走到了一处溃倒的石室 忽然听到里面有一些异声 就叫人把石块撅开 秦婉晴胡道 慢着 孟友威愕然 不知道自己输错了什么 秦婉晴就问 你说的那堆巨石堵满的石室 是不是前面倒着七根红色柱子的地方 红色柱子 是有几根 可是我没看清楚 总共有几根 孟友威正后悔 自己当时为何不数个清楚 秦婉晴转过手对沈边儿说 确实二娘和雷卷的石室 然后立声问孟友威 之后怎么了 说 孟友威立即就说下去 鼻头乖顺的狗 遇到凶恶的主人还要听话 我听到里面有些奇怪的声响 像是有人在里面推移堵塞的石块 我们以为是回诺城的余孽 不不不 以为是跪城的子弟 于是就着手掘开 岂之 原来 原来是雷卷和唐二娘 他们俩大概见有人挖掘 就扶着不动 等我们把洞掘大 他们就突然扑出来 伤了我们十六七个人 我和仙音将军不是他们之敌 眼看他们要闯出去 这时候 那个唐二娘就顿了顿 他直顿着地上 雷卷问的什么事 唐二娘没有搭枪 只对雷卷说了两个字 说原来就没有说下去了 秦婉晴说 他在看大娘的刻字 沈鞭儿不明白 刻字 秦婉晴凑过去 在沈鞭儿的耳边 敲声说 大娘用剑 在地上刻了几个字 是我们回诺城的暗号 只有我们自己人才看得懂 约定二娘在中秋时 溢水江派相见 共谋复仇大计 沈鞭儿压低声音说 那么说 大娘确实二娘 只是困在里面 并没有死 秦婉晴悠悠一叹 老实说 我和大娘都以为 二娘和雷卷 只怕难以侥幸了 如果有几分把握 他们人活着 必嘱咐大家 先撬开赌石 救了他们再遭 那么 那么大娘说 他们自有通道逃出去 是骗我的 通道倒是有的 但出口也被毁去 不这样说 你怎么肯走啊 现在倒好 雷卷和二娘 寄人天象 想必在爆炸的时候 二娘他们 已经走在通道中 通道前路一回 但却能躲过炸裂 可是出路封锁 退路也被堵塞 也当真是险 秦婉晴语音一直 向梦友威吓道 快说 后来他们怎样了 梦友威却心中高兴 因为秦婉晴既对审便 而敲声说话 就无意要杀自己灭口 顾不想给自己听到 只要自己后面的叙述不出错 大概还能保住性命 后来 后来这组的一组 黄大人和大当家便赶到了 秦婉晴恨声说 不好 这两个王八 梦友威趁风使舵 对对对 这两个王八 这两个王八一上来 就伤着两位大侠 我便收手不打 两位大侠 负伤 闯出重外 他除了把激斗中部分重要情形 表略过不提 刚把自己背后一枪 刺伤 唐婉慈 后怀的事 略去了不说 沈边儿 沈边儿说了口气 总算也冲出去了 梦友威一副是站在沈边儿这边的样子 可是那两个王八 狼子野心赶紧杀局 一路把两位大侠逼来此地 秦婉晴说道 他们四面都结 把二娘他们赶来这里 你们才在这里遇险埋伏 实际暗算 一地大功 孟友威磕着头说 三娘女侠 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小的吧 我这不过是奉命行事 纵有心不甘 也是身不由己 沈边儿愣笑了一声 怕的是你不甘受辱 而且还不甘厚人呢 不不不 小的一向是当 欺债主马首是瞻 唯命是从的 奈何受顾西昭 那个王八的挟持 只好虚与伪 攻打岁云冤一事 我本来就急不赞同 但小的武功不济 又如何有抗命之能 除了任其百步 又能如何呀 请两位高带贵手 饶了小的这条狗命吧 沈边儿说 可是你是才追杀 我们趾高气昂 不是挺威风十足吗 孟有威一听 沈边儿的语气 看来形势不妙 很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吓得变了脸色 指天发誓 小的真无心 加害两位呀 只有两位放了小的 小的几乎修心养性 绝不作恶 奉二位上坛堂 祭拜如有威严 愿血尽舞病 死无葬身之地 你也无需如此毒事 我们说过不杀你 便不杀你 孟有威这才放下心 沈边儿脸色一沉 可是再让我发现 你孤恶不惧 则要让你死无全尸 不会不会 不敢 娟哥和二娘 大概几时会到 他们 他们四面包围 正往内地逼近 大概再过一会儿 两位大侠 就会退到此处来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追杀他们的有多少人 是什么人率领 大概有一百多人 是黄大人 文大人 大当家和咸语将军 领的队 沈边儿与秦婉卿 相顾一眼 伸手点了 孟有威的睡学 孟有威整个人 就死晕死一般 沈边儿说 这几个人都不好惹 秦婉卿在预算 敌我双方形势 顾西招的武功 在你之上 黄继麟的武功 也在我之上 文章高深莫测 再加仙玉仇 和重官兵叛贼 是难有圣机的 除非雷卷和二娘 受伤不重 我们和四人 只能对抗 或许还能一战 沈边儿道 那么我们是不是 要在这布置一下 以便作战 还是离开这片稻田 去找卷哥他们 秦婉卿说 你知不知道 这离岁云园有多远 沈边儿是 几经浴血 才杀出重围逃出 混乱之中 也不知道 自己跑了多少路 绕了多少圈 于是摇头 秦婉卿说 这离开岁云园 大约十六里 你知不知道 这叫什么地方 沈边儿也不知道 秦婉卿说 这叫五重溪 这片稻田 其实也是我们的地方 回诺城的人 也要吃饭进餐 这一大片稻田 便是回诺城 女弟子耕作的 所以秦婉卿 很熟悉这个地方 她也曾经带着一班姐妹 在此播种过 沈边儿知道 秦婉卿还有话说 她在等她说下去 秦婉卿用手摇指 那儿三座猫屋 也就是我们耕作之后 息息之地 沈边儿顺着她尖细的手指 看过去 果然有三所猫屋 其中一间已瘫倒大半 另一间也破旧不堪 只有中间那座猫屋 还算完整 秦婉卿道 我们在猫屋的地底 挖了一条深长的隧道 原来是用作储存米骨 留有气孔向外通风 大概有半里许长 不过这地道 只是提供储量用 所以并没有出口 沈边儿眼睛发亮 至少必要的时候 可以在那儿先躲一躲 秦婉卿说 不过 要是敌人找不到我们 一定会到处搜寻 那地道入口 也并不算太隐蔽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沈边儿说 那 你的意思是 秦婉卿很认真地 凝望着沈边儿 我往下说的 也许你听了 会很不喜欢我 你说吧 秦婉卿忽然婉约地 笑了一下 我还是不说了 我太自私了 沈边儿伸手 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手既粗鲁 又沾满了鲜血 你不嫌弃吗 秦婉卿说 我的手也沾满了鲜血 你也可以嫌弃我呀 阳光照在秦婉卿的脸上 十分的美丽 风云曼妙地 好像连稻田 都妩媚了起来 沈边儿笑道 我现在不是握住你的手吗 秦婉卿 妩媚的一笑 这么会说话 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不说出来 我可是听不懂 沈边儿诚恳地说 你说你自私 但我也是人 我也自私 你的话摆在心里 不说出来 叫我怎么明白呢 秦婉卿笑了 行了 拐这么大个圈子 目的就是要我 把话逗出来吗 沈边儿指着她的手 深深地望着她 秦婉卿低声说 我怕 我说出来之后 你会不喜欢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